OK 3月26號晚上8點 森利路會台華劇兩個爸爸 希望大家準時收看 那裡面呢 我覺得這個題材很特別 就是兩個台爸跟一個女兒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小戲版的互動 加上一個老師 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裡面的一些互動 會非常的有趣 謝謝 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輕鬆簡單 又容易看的清洗劇 然後裡面有親情 有友情 然後有愛情 所以各種題材 我覺得是大家可能生活周到 都會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們用一個比較清新 然後比較有趣的方式呈現 我相信大家在工作之餘 或者是下課之餘 看到我們的戲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喜歡 最後補充就是 當晚的晚上10點 東森有沒有播 OK 這晚上10點 當然是 8點看不到就看10點 當然還是要先看8點 8點看完再講看10點 10點看完再看什麼 一直看一直看好不好 想要請問一下 現在最近有個調查 說女生到30歲 然後男生34歲 是最美還是最帥的時候 那你怎麼看 因為你現在最美最帥的時候 太好啦 我們現在最美是最帥啊 對不對 不是50歲嗎 50歲是老 所以你覺得50歲男性比較帥 我想表達的是 到50歲的時候也要長這樣 好不好 這樣比較重要 30歲 這真的有科學根據的 有 所以跟菲洛蒙有關嗎 就是一些什麼身體長得最成熟 然後一些經驗最豐富的時候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日性比較重要 對 那外表的話 其次 for me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當然覺得很棒 表示我們大家 現在工作的人 差不多這個age 就是都在最好的狀態 嗯 那我過了的話算嗎 哈哈 沒有啦 以上以上 對以上都是正負五歲 其實我覺得 就跟我們這次的戲劇的這個特性一樣 就是跟一般的劇比較不一樣 我們再成熟一點 然後有一些家庭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那我覺得這很棒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把這三幾歲的成熟的男人跟女人的一些吸引力把它拍出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劇這樣 如果五十歲開始走下坡 會覺得反而五十歲 說女生比較老 會這樣子覺得嗎 我覺得還好 就像一展講了 我覺得個性跟魅力還有自信比較重要 而且我覺得 我們大家都現在這麼顧身體這麼養生 那我覺得雖然可能年紀到了某一個程度 可是看起來其實不到那個年紀 對 嗯 那最近好像就是有網友去找那個雅妍 雅妍的那個 全部嗎 對對對 好 不要讓樂樂一個人在這邊 去找雅妍的微博 然後就有說就是 欸好像你跟邱澤之間就是有介入他跟唐妍之間的感情這樣子 所以你甚至是帝氏者 這件事你怎麼看 因為我覺得感情的事情喔 我們旁人真的是就是旁觀者輕 所以就當然會希望每一個人的私人感情都可以很圓滿的 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那我們也不方便多說什麼 所以那你跟邱澤之間就是 我們就是合作關係 對對對 所以就是在也沒有聯絡這樣 對拍完戲之後 因為就是他也去忙了 然後我們新戲也開拍了 對然後其實關於他的消息其實大部分都是從新聞上 得知對 嗯 謝謝 謝謝